先前幾天才六三到台北來抗議 第三個高隆 要是動不了政府拖廚的動作 政府黨委長以破海水土保持作理由 收回來土地 派人去等水等電拖廚 想去的老農民 拿到確實要改名 不過讓優勢的健鋒動下來 老農民這檔也很緊緊 看過幾天的工廟 讓拖廖廖 頂部叫國安明拖廚的工人 在拖延延大的工廟 這讓人家去找找 其實要穿起立頓 嚴格誤會 這麼快就讓人家做事 你到底是這樣好騙你的 你到底做什麼 老大人眼睛睜睜睜 看到幾年心悔就這樣起立了 不知道要不是要拖廚 未來要扣什麼生活 這人善良為國政散 還反人的陷 沒祝 沒給我們鼓勵 沒打劍 還要給我們 給我們求 給我們 可以說 我就沒什麼話說 實在 今天你也沒看到 他雖然說 農祖母要讓我們收 這間寮廚 同樣你也說 讓我雞腿一塊 你現在的店給我拆掉 叫我要拖廚片 我會暗過要給我 暗起來米都要給我 來睡 各位李莎 一人人為第三路山 隔台北控告林武教 創大廚 正四張廚 這次迫害最早保持環境 不過因為當面的農地 都是用林武教 客用建造 比人家為發酬用林地 在法律上是比較吃虧 像第三型管的農民 利息七十年民任委 專案又在歡迎心理 一定對林武教 拆除行為提告 這個行政法在訴訟還沒結果 因為現在已經開庭了 也我們也大法官也失憲了 那你們也可以去申請停止執行 我們申請也申請 我申請狀也遞 種植這個高麗菜 那已經沒有按照林業用地的使用 嚴重的違規 那我們收回的目的 就是要讓副救來造林 26號當時林冠處 只要聽世丹東民一號 三人兩天 還有一片 其他違法減郵 給他出港 林冠處表示 考慮得起水口 突出最安全 因為1993年 共國收回第三地区 違法減郵第380件 經過民宿所從 破過任務教勝所 保健金收回200多元 比大家要收回其他透明 記者中下報答 失敗 瑪